好來找一家魚棕魚 這就是他們 這家是寵物 用品而已 他沒有賣貓果 他有賣蛇 有賣球馬 有賣蜘蛛 有賣腳馬 然後我想到這一樓 這一家的寵物美容在一樓 這樣我從外面可以照 這樣才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這種大型的寵物 現在因為已經九點多了 所以現在沒有貓狗 都回去了 他的環境看起來是比保羅的好 然後 但是貓還是一樣 貓是在裡面,這邊是狗 通常你都只能看得到狗在美容 跟洗澡,貓都在裡面 所以 我好像沒有在魚中魚洗過 對,好像沒有 那價錢大家自己可以上網查 然後 貓沙 貓飼料 樓上是狗狗的推車 他們用品還蠻多的 其實可以逛 我也有在這邊 我們家美美的魚衣就是在這邊買的 然後那邊就是水族用品 水族用品就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他本來專業就是賣魚的 像魚街那家魚中魚 也是重新開幕 他們就有賣老鼠 這邊有賣老鼠 倉鼠 這邊有賣倉鼠 可是沒有賣龍毛 龍毛沒有,好像有 沒有賣什麼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 魚缸 這就是一般造型 來造一下魚缸 網紋 網這個長 這種魚缸我也會種啦 可是很麻煩 還有那個下面那個叫什麼 下面那個東西會長很快 這如果沒有人修 最後你會整個弄掉 天狐衰 是不是 火旺 然後但是這個 捲捲的這個很好種 這邊這個很好種 然後 這個網紋的 這個我沒種過 但是這樣種起來是很乾淨沒錯 然後 這種鯨魚缸 我就完全不熟了 我從來沒有這樣養過魚 就無法給大家任何的建議 像陰性水草缸就不用太量 然後 如果你下面沒有用天狐衰 然後 用那個捲捲的 我忘記叫什麼 氣泡膠草嗎 不是吧 那不是氣泡膠草嗎 算了 回去再查 然後 鹿腳台啊 或是什麼的 這其實蠻好種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喔還有美容師 技術大獎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養狗 可是我看過人家 那個 大貴賓 或是松獅 在這種地方 撿毛過 因為那個 很大隻 牠們有的要修行 那好像一定都要給人家修 像我們家貝克會是不修行 牠就剃個屁屁毛 這樣子 黑鑽 就是我上次說的還蠻好用的毛殺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大家的美容 但是牠還是都是以狗為主 這一家牠有貓 然後裡面那邊是有貓可以睡覺的地方 所以算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說你的 因為牠們這個用的洗澡用品 你如果不一定滿意的話 你就帶自己的來 像我之前都是自己帶 就是 我有指定的洗毛巾 因為我 我都是用進口洗毛巾 所以我都會直接拿給牠 請牠們用這樣子 後來我自己買了全套的設備 所以就自己洗 然後架完了